谁能够想到啊 分手四年之后的郑爽和胡彦斌 还能够再度因为这段恋情给互怼起来 被连续撒了两天堂的520和521刚刚过去 胡彦斌就赶着连发了两条微博堆起了郑爽 先是第一条说东北女人挺好的 我搞不定东北女人请不要再提了 这个请字加了双引号 语气当中的愤怒和不客气已经是一于言表了 如果说把作为沈阳阳的郑爽对号入座到此处的话 东北女人还稍显牵强 那胡彦斌的第二条微博就真的就只差这个点名道姓了 说都多少时间了 动不动就把前任拿出来给溜一溜 东北女人前任动不动就扯上了关系 这一说的就是郑爽没错吧 没记错的话这一对已经是逼了四年了 分手之后的郑爽还又谈了一段轰轰烈烈的恋爱 那到底是怎么样的怨恨才让胡彦斌忍不住凌晨连续的发飙呢 在胡彦斌的东北女人言论之前 郑爽就因为谈论这个上海男人而上了热搜 事情的起因其实是这样的 最近郑爽参加了某生活关卡类的真人秀 节目当中在看完嘉宾许卫舟的生活之后 他突然问对方说 上海男人怕老婆是不是真的 而作为上海男人的许卫舟称 这是大众的刻板印象 可是郑爽人未把秀继续发文 那以后会不会听女友的话呢 许卫舟的回答也很是得体 郑爽也因此称赞说上海男人真的挺好的 话题进行到这里并没有什么不妥 可是接下来的走向却开始歪了 柳言问许卫舟说上海男人是不是脾气很好 许卫舟开玩笑的说 自己生气起来还是很严重的 谁知道这个郑爽转来了一句 我搞不定上海男人 说完之后又紧接着叹了口气说 不要再提了 而这个许卫舟也是很耿直的表示 没有人提起 你自己硬要提起的 随后郑爽表示 自己是因为有机器 反正就是搞不定 上海男人搞不定有机器 种种的关键词 似乎都指向了一个人 那就是胡彦斌 于是这一段旧情又免不了被大众再次提起 为什么说又呢 因为郑爽和胡彦斌的这场感情纠葛 实在是持续了太久太久了 穿起为内地娱乐圈版本能一难忘也是不为过的 因为从2015年8月恋情刚曝光开始 胡彦斌就背负上了拱白菜的骂名 因为颜值配不上郑爽 而遭遇各种网络暴力 这段不被大众所看好的恋情也结束得非常之快 隔年三月就画上了句号 谁曾想这场分手大戏还能够持续四年 分手四个月之后 胡彦斌在演讲节目当中提到这段恋爱 倾诉自己的无奈和委屈 说两个月后郑爽生日 胡彦斌被派到前去为其庆生 两人还共度甜蜜一夜 就在众人揣度 两人复合有望之时 郑爽的爸爸却直接公开指责胡彦斌是花心大萝卜 随后胡彦斌就发了这样一对好意味深长的微博说 若说之前的藕断丝连还稍嫌两人对这段感情的不舍 那这条微博自理行间的嫌弃之意就已经很明显了 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 郑爽再一次放出了大招 2017年8月 郑爽在自己的书当中分享了胡彦斌恋情的100件事 其中不仅写到两人在分手后 郑爽仍然不停发短信给胡彦斌 还直言关于爱情能想到的 都是我和你 尽管后来胡彦斌在节目当中回应说 郑爽把自己写进书里 并且没有提前给自己审阅 但是依然在微博上面大方表示了支持 只是微博附带的歌词却似乎另有所指 说有些人你认识很久做的事你却看不懂 还有十年以后也别再做朋友 深爱的感觉会被利用 结果一年之后 郑爽胡彦斌再次被拍到同框互动的画面 这次胡彦斌不仅对郑爽上演了 摸头杀还把他带进了自己的小区 就连吃瓜群众们以为他们要这次真的复合了的时候 胡彦斌又在新闻当中爆出的第二天 然后就否认了 并且声称这是他们人生当中最后一次见面 他会把微信电话通通删除 更加戏剧化的是郑爽第二天就被曝光了和张恒的恋情 你以为这是故事的结尾 可是生活远比电视剧还要精彩 就在凌晨连发两条微博表示愤怒之后 胡彦斌还意犹未尽的回怼了各种网友 别让他不要对号入座 他说有谁认领自己的立刻让位 还有人质疑他是为了蹭热度 他表示自己只是不想让粉丝误解 一番操作之后仍然是不满 于是第三条微博来了 这一次是直接喊话郑爽 说话要三思 说都是成年人要知道自己的影响力 说话之前思考一下 悠着点 别老是给别人机会蹭热度 第四条微博也来了 四年了不要再提了 大家都挺好的 不想再有任何瓜葛了 乘三乘三 胡彦斌连发四条微博表示自己很心累 不想再跟前任纠缠在一起了 可比故事当中 这两位主人公更心累的 应该就是吃瓜群众吧 有句老话叫做啊 一个巴掌拍不响 在反复吸血前任这件事情上啊 郑爽和胡彦斌没有一个是无辜的 在郑爽上海男人言论之前啊 胡彦斌也先后多测的在各种综艺节目当中 或者是明示或者是暗示的提到了郑爽 郑爽粉丝啊 甚至是晒出了胡彦斌多次提到对方的相关内容 我们常说啊 一个合格的前任就应该像死了一样 老死不相往来 那郑爽胡彦斌这一对前任的你来我往 大概就是反复诈尸了吧 我们每个人呢 都向往谈一场不分手的恋爱 却总会因为种种的原因没有能够走到最后 谁都不想走到这一步 但是我们的人生总得向前呀 既然没有办法再继续相爱了 那给彼此一点体面 好聚好散 总算也不辜负相爱一场了 可是对于有些人来说呀 前任不会随便忘记 过去呢也无法轻易放下 可有些人呢忘不掉又怎么样 有些事情一难停又怎么样 他们都早已经成为过去了 坚持握在手中不放的话 最终只会变成伤己的刀 郭富城和熊带领的恋爱 是长跑终结之后啊 都各自的拥有了新的幸福 可是郭富城本人呢 却因为这个邪则感情论 直到现在都被诟病 黄义与其前夫黄玉清的失差大战 真的是持续了这么多年 结果又是如何呢 黄玉的事业再无回春之忘了 黄玉清人渣的骂名也洗不掉了 既伤李子又伤面子 最后只不过是给看客添热闹罢了 明星的八卦绯闻呢 似乎是离我们很远 可是他们的故事 却也是每个普通人都会经历的 我们的人世当中啊 或许也曾遇见过这么一些人 一些事儿 让自己久久不能为之释怀 也或许啊 被这样一些奇葩的前任 反复的骚扰诋毁 不堪其扰 过去的事情就让他随风飘散吧 错过的人就让他安静的死去吧 人生是一场很长的旅途 注定有人只是过客 终场离开 可是不管走了多少人 你的旅途远远没有结束 你不知道未来还会遇到什么人 发生什么事 别用所谓的一难平困住了自己 闯开心扉 给自己多一点机会 也给真正爱你的人一个机会 你会发现啊 虽然中途走掉的人 虽然让你不是滋味 可是啊 站在终点站等你的那个人 才是你终其一生 有绝不够的美好 希望每一位在爱情里边 一难平的人 都能够早肉的看清现实 掌握人生的主动权吧 人生很长 世界很大 实在没有必要 在一个过去世上去浪费时间 时间足够温柔 你还有机会去拥抱更合适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aware 感谢观看